HitFM联播网 来到今天的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我是Alsa 今天很开心 而且我是死命的凑出这个时间 我想说我一定要碰到Hush Hi Hush好 然后Hush推出的是新专辑叫做《娱乐自己》 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衣柜歌手》 我一定要听的啊 因为就是要再次的恭喜你 谢谢 两度上台都领的是同一个最佳作曲的人奖 我超傻眼欸 我傻爆眼 因为我第一次是因为安和嘛 然后安和其实当初在写的时候 没有真的想说 这个歌要拿进去这样要干嘛 就是因为那是惠伦姐那么久重新出来的一个作品 所以当时其实只有想说 我要把它写得很像惠伦姐会讲的东西 没有想到第二次又入围我已经很傻眼了 然后没有想到又得奖 然后我就真的也蛮傻眼 不过我心里面其实很开心的一点是 因为《衣柜歌手》之后讲说他唱自己的歌嘛 然后就有点像前一年我是因为写了别人的歌的奖 我觉得虽然是同一个奖 可是这一次是自己唱的 自己写的自己的歌 我觉得那个自己的歌拿奖的感觉蛮踏实的 这样专辑里面就特别收录了《衣柜歌手》 就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本来在专辑开案的时候就有讨论要不要收哪些旧歌回来 是因为之前有一些数位发行的单曲 后来决定要只收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如果他不重编我会很过不去 我会觉得好像 我拿的旧饭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也不是说什么 是旧瓶装新酒吗 好像也不是 就我总之觉得他需要有一个改编的版本 那一方面是原因 一方面也是有点点呼应 像一个彩蛋呼应的感觉 因为在金曲奖的台上的时候 有讲说2021年那个版本 本来我们有请Brandy录了很多的合音 然后后来最后一个 我还是跟马莎说 我们还是不要合音好了 因为当初21年的版本是想要 应该说他是第一次被大家听到这首歌 所以就很希望说让他还是比较呼应当初那种衣柜里的感觉 孤独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在柜子里面练习唱歌啊什么什么的 那所以最后才决定要把合音拿掉 是 但因为他们合音都录了 我就觉得很拍赛嘛 那就借着这次的改编的机会 就重新请他们回来 根据上一次他们录的东西再做一点修改 去录一个新的合音 那有合音版跟没合音版我觉得那个差别有点像是在说 好像你这次听新的版本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别人的声音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说你原本可能是很孤单孤军奋战的 你是孤立另一个人的 可是过了一年然后或者是因为这首歌也得奖 或者是怎么样 任何理由都好 就是换一个有合音的版本 你可以变成是你是有社会安全网的 你是有人陪伴的 你有你的朋友 你的姐妹 你的后盾等等 就是那个合音的我自己私心里面想像的场景是这样 你刚刚讲说在衣柜里面好像就是孤单的唱着歌 但是因为我现在跟Hush在聊天的时候 算是他没有装法的状态 不过呢 他的衣服呢 依然是相当的bling bling 又非常的闪亮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是在Hush的衣柜里面打开你的衣柜来唱歌 你应该就是被一堆华服包围的很热闹的感觉才对啊 感觉很干吧 就很拥挤 所以你的衣柜你是怎么样分类的啊 我现在已经因为我本来 我们本来住的那个地方是三房一厅嘛 然后其中一个室友后来搬走 我就把那间空房租下来 就全部都被衣服 你的室友是不是被你的衣服给赶走的 没有没有他是因为那个生涯规划搬回去平洞 OK所以你就把那个房租下来变成你的华服房就对 对然后比方说T恤啊短裤就用折的嘛 然后外套类就挂在同一排 然后衬衫类就挂同一排 然后剩下来一排就是挂那种可能比较贵的 或者是演出要用的造型的东西 当你把那个房间布置好了以后 你有没有非常的开心的想说 哇又离了这一种华服间就卖进了一大步的感觉 他一点都不华服间 我觉得每次走他已经快要山崩了 好了那该是把另外一间也租下来的时候了 不行啦我要有室友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歌曲呢 就是好奇的新专辑娱乐自己的标题单曲 我好喜欢这一首歌哦 你在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根本就是追名灵情的感觉 你知道这个歌的reference 的确我们那时候有跟桂田先生说 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说这首歌我们想要很脏的鼓 很脏的节奏很脏的就是暗暗的悠悠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说也许因为其实东京世边有一些歌是这样处理的嘛 比如说甚至是可能把鼓声加上效果器去做那种很破的节奏 然后没想到桂田先生真的编回来给我们一个非常东京世边的东西 可是那个东西我听了两三次我就觉得好像不行 因为毕竟我是我发片不是要Coffee东京世边 然后就跟桂田先生讲说 我们我们觉得好像可以回来一点点 然后就跟他说其实这个歌讲的场景大概是什么什么 然后再去做一个改变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版本 可是你在唱的过程当中 你的声音也是 我觉得是在很多的地方 我会有点意想不到说 你会在这个地方这么的CSD的感觉 这个歌其实在场景上写的时候 就是锁定那种自己在房间里面 然后只有电脑荧幕的亮光 然后可能房间很乱 但是你眼睛完全看不到 你就是只有那个 你就想象那种一个房间里面的光跟暗 然后干净跟应该说视力 视觉上的专注跟环境上的纷乱 那种很习惯的那种很强烈的对比感觉 然后在录音的时候 后来很习惯就是把灯全部关掉 那就因为桂田先生的编曲跟 怎么讲就是很华丽肮脏的那种感觉 很自然而然的就影响我去 让自己在配唱的当下 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唱 然后就觉得好像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唱啊 好那马上听到就是歌曲来自于Hush的 娱乐自己 接下来听到的是专辑的第二首个歌曲 然后因为其实我通常听歌的习惯就是 我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把它点来了 就是从回到听一遍这样子 我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 一开始的音符出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没换歌 因为它跟娱乐自己的前几个音符是一样的 对 其实它就是这首歌跟娱乐自己 在专辑的那个十首歌的排列当中啊 我把它们两个归在同一组 那其实有点像是 同样的主题都是围绕在所谓的寂寞嘛 娱乐自己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厨师机啊 遥控器啊 然后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物件 它在描述一个现实的 有点像那个你可能翻开一个剧本 然后Chapter 1 然后什么场景在哪里哪里 然后什么人物是谁 就是第一首歌的娱乐自己去讲一个 所谓的行而下的孤独 我先描绘出这个场景 这个景色 然后到了永恒的时候 其实它有点像是 你先是看到了娱乐自己这首歌里面的 那个昏暗的房间里面的人 那到永恒这首歌的时候 像是进到它的内心世界 变成一种行而上的孤独吧 那我有一段时间会想说 因为那个娱乐自己是 然后永恒也是 前面的几个音是一样的 我有一段时间有点忌讳这种事情 可是我后来又觉得 这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虽然可能很多人会把它想象成是 啊你是不是开始自我抄袭 我就落入某一种创作的危机 但我后来就觉得 如果电影都可以有什么什么宇宙 什么什么宇宙 为什么我不能有自己的hush宇宙 那种感觉 然后就想说让这个歌也很顺利的往下发展 因为往下发展完 它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歌 没错啊没错 而且这首歌曲像一开始的音符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娱乐自己 就是你刚刚讲说 有很多的这个乐器的编制 把它就是整个刷得很脏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娱乐自己那边 我就觉得说有很多的情绪在这边翻角着 可是反而好像可以在永恒的这首歌曲 一开始同样的音符 可是有很多的情绪是沉淀下来的 让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永恒其实有点像是在讲某一种 我有一天就突然想说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有时态 比方说过去的寂寞 现在的寂寞 未来的寂寞 那永恒是不是某一种时态 它是不是一个 它也是某一种时态 如果我有过去的寂寞 现在未来的寂寞 那永恒的寂寞是什么 或者是就想说永恒如果可以是某一种神格化的东西的话 它会怎么样看待世间的这些分分合合 然后就想说 哇把它神格化之后 突然觉得它好庞大到 我完全不想去抵抗它了 因为我根本无力抵抗它 对 然后就想到 显尾蛇这个 从炼金术来的这种元素符号的图案 然后我就想说 后来又想到写写写 写到最后面 当你亲吻我的嘴唇 我最接近永恒 就有点像是 显尾蛇就是一个 咬着自己尾巴的 自生自灭的 不停的循环的感觉 那它是一个圈 那如果两张嘴唇 接吻在一起 一张嘴唇也是一个圈 两张嘴唇接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倒下来的无限符号 那它也是一种永恒 然后就觉得这个歌的那种对立跟冲突就跑出来了 就是永恒的孤独 想要寻求永恒的爱情 或者是这两件事情被摆在一起比较 哇 幸好有点到了这首歌 主要听到了你的讲解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 来自于Hush的永恒 回到了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我是Alsa 继续和Hush来聊他的最新的专辑 娱乐自己 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有好多首歌都好精彩哦 所以只能够播到七首歌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可惜 好了 赶快来听这首 身体会说话 这首歌曲你用了很多的假音场 对 其实这次专辑有很多歌 像永恒也是 然后假音的话 我就觉得 其实是一种 自我 自我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比方说 知道自己的喉咙 可以孕妇到什么地方 那 我觉得假音一直都是我 认为自己好像 算偏强项的事情 或者是至少唱起来 比较轻松的东西 那 这个歌一直到 身体会说话的副歌是 前面很多很多的假音 可是到最后一句 突然有一个真音 那个我的动作人 你摆在那边 就会有点 像是 让那个真音 变成某一种 控诉吗 或者是倾诉 或者是诉求 然后前面也 透过那种 比较低的假音 去营造某一种 算危险吗 或者是 有点点 暧昧的 有点轻声细语的感觉 就是在这首歌的 唱法 使用上面的选择 可是对于一个表演者 来讲的话 因为你知道这样 过去这几年 我们常常会讲说就是 比如说什么生病啊 什么发烧啊 喉咙痛啊 这种东西 常常会变成是 你的一个隐忧在这样子 那身为一个表演者 如果写了这么多的 这假音的歌曲的话 你不会担心说 万一有一招 你碰到你要表演的时候 刚好就是你的身体 没有办法承受 假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那真的应该是 这个危机控管 那应该已经是病到 不能表演了 我可能就会取消那个表演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小时候参加和唱团吧 就总觉得我的假音 是另外一个喉咙发出来 就对小时候的训练 让长大之后 运用假音这件事情 不会那么 就觉得很驾轻就熟吧 所以就你在写自己的歌的时候 你想要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 其实假音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对你来讲是蛮自然的事情 而且也很习惯用假音唱歌 就是让自己 因为我总觉得 我不晓得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很常担心一件事情是 这样写这样唱 会不会变成控诉 然后想到这个题 就会进一步想到说 控诉是我要的吗 可是在身体会说话 这首歌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公仔 然后跟主人相遇了 然后带回家开箱 它其实是算浪漫 甚至有点情欲 它不应该有控诉在里面 它如果有控诉出现 会觉得这个相遇 这个爱情 这个感情 好像有点不对了 就是如果明明是很 双方合一 或者是一拍即合的那种感觉 怎么会有控诉呢 就是控诉的这两个字 这个滤镜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很常被拿来审视每一首歌 那这首歌曲里面 我们有听到了就是跟你的声音 或是跟你的编曲 它的互动非常杰出的一个乐器 就是Saxophone 对 其实这首歌有一个 原本有一个很长的伪奏 然后就是从Saxophone进来之后 然后到现在的版本的断点之后 有一个甚至留下节奏 碰碰碰碰碰 越来越快的节奏 然后开始乱吹各种上行下行旋律线条的Saxophone 它其实有点像是另外一个场景 就是好像进入煮菜 然后开始呼吸急促 开始流汗 开始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们后来 我后来很忍痛的把它整段砍掉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在demo的混音什么的 刚出来的时候有给一些也是做音乐的朋友 去听去评分 那我发现蛮有趣是 只要是做音乐的朋友 都很喜欢那一段 但我就想说不行我要把它砍掉 因为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那个东西 可能是在制作面的思考吧 我会觉得 那一个渐快的节奏 越来越乱的场景的感觉 其实只是把前面的词曲 跟编曲表达过的事情再讲一次 只是换成一个音乐的版本 从 就有点像是他重新讲了一遍 从第一个字开始唱开始写 到这张专辑最后的那个 我是觉得好像重复了 OKOK 好的 总之那一段很精彩的这个伪作 我现在没暂时放到衣柜里面去了 听不到 大家听不到 好马上听到这首歌去 来自于Hush的《身体会说话》 剧情的想象 让我很好的这模样 我感觉要晃在你之上 心太阳 一点点扭转的 是赐给我的声声 让身体说话 来到Hey Miss DJ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是Alsa 继续和Hush来聊他的新专辑 娱乐自己 我们在这个小时要听到的开场曲 这首歌曲应该是 这张专辑里面 大家的回馈来讲 就是满意率极高的一首歌吧 对不对 这首歌我也玩得很开心 很好听啊 好都会爱情三角喜听 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往City Pop的方向去写 因为我觉得都会爱情 尤其加上三角喜听这几个字之后 会总是有一种都会感 是 而且因为City Pop 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种曲风的出现 我自己想象中啊 就是它某个程度上一定是 好像在赞颂某一种城市独有的景观 那我就想说如果现在把三角喜听放进来 三角喜听如果发生在农村 总不会是这种曲风吧 对对对 可能会换成别种东西 对对对 那我就觉得好像都会跟三角的东西 加上因为娱乐自己这张专辑的概念 就包含娱乐嘛 我就想到说以前综艺节目就会玩那种 现在开始不能讲你我他 然后我想说 不能讲你我他 这个游戏如果放在感情里面 他突然就暧昧起来了 就突然变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可是没有人要说破 那我就把这个念头告诉葛大为 他就说好那他还写 他就写了一个版本 然后我们只有根据唱起来的通顺 就可能更动一下字的顺序啊等等 那他也觉得是说 现在这种已经2023年了耶 就觉得好像是不用在依照某一种很老旧的公式去形容三角关系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有人受伤的一定是你争我夺的 就是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去讲三角关系这件事情 这首歌曲是歌词是葛大为自己完成的 是不是也很久没有把一首歌完全都是交给别人来写词 好像几乎没有过 但这也是这张专辑我们我自己很想要尝试的事情 就是有一种把某一些东西叫出去 看看这些东西会怎么样回来娱乐自己 因为觉得好像总是自己写这些东西 难免还是会有盲点吧 那因为葛大也是一个日本迷啊 我就觉得找他写好合适哦 对 然后这样专辑其实大部分的制作人是马莎 那这首歌曲的同样其实也是跟桂田先生的合作 对这首歌其实是第一首请他制作的歌 后来才有娱乐自己那首歌 那他也说这首歌让我回想起 那个当初日剧的City Pop的那种很青春洋溢的感觉 所以他想到的日剧是哪些 我也不确定 应该就是东京爱情故事 东京爱情故事一定要有 因为这首歌曲很东京爱情故事 结果殊不知吉他手是同一个人 很赞耶 因为其实那个音色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说是同一个人 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好感动哦 我觉得就是那个音色 很不可思议啊 对 就想说哇你小时候看的日剧 听的主题曲 然后没想到那个吉他手 现在跑来弹 一样的曲风 然后类似的题材 对 就觉得哇这个 这个横跨是一个很 很有作用力的一件事 是那你自己有看过 东京爱情故事吗 我小时候有看过 后来应该都忘光光了 哦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那几幕应该就是 就是永远都会磕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最有印象的应该是 《跟我说爱我》 风川乐司跟长盘柜子 长盘柜子的 嗯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 《娱乐司专辑》当中的这首 《都会爱情三角戏题》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习惯动作啊 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 《都会爱情三角戏》 《都会爱情三角戏》 然后这首歌曲的英文歌名是 Abrazo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说 这是什么我不认识的一个英文字 因为它不是英文 对 然后我就去查了以后 我才看到说 啊 有一个同志的一个酒吧是叫做《拥抱》 对对对对 Abrazo 对 然后这首歌曲其实里面所改编的就是欧阳飞飞的 《拥抱》这首歌 对 那我想是因为这个样子 哇 这这个柔和了很多东西 当然一方面它是因为那个酒吧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中文的歌名叫习惯动作 对 那它本来就是在讲说 有点像是酒吧也好 夜店也好 好像大家抱着某一种烈焰的心态去 而不是去那边寻找爱情 然后新手与老手在那个场所相遇了 那就有点像当今天你对我的抚摸 你对我的调情 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只是出于你的习惯动作 都只是出于你的身体本能 或者是你的肌肉记忆 那里面还有爱情吗 就那种对爱情的不得不的熟练 跟内心很纯洁单纯的渴望 产生冲突 就变成习惯动作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很常去那个酒吧嘛 Abrazo 那就觉得Abrazo跟习惯动作 它又刚好是 Abrazo这个名字刚好又是拥抱的意思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歌最后面再接个欧阳飞飞的拥抱 好像很适合耶 我就自己在家 跟着那个回来的编曲档案在唱 然后就觉得好适合 而且那个欧阳飞飞的拥抱 其实也是讲很类似的事情 然后就也去谈授权 你就想说他们也同意让我们使用 放在最后面当sample 就觉得好棒哦 这首歌新旧的融合 然后又是店名又是英文名字 又是拥抱的意义 然后又是习惯动作 跟爱情的场景很像 对就是你知道爱情其中有一个元素 那就是那个肢体的接触 然后就像你讲的就是 而且这种东西就是 不见得一定是在读会会发生 你在农村也会发生 有时候有一些 有些人就是就会有习惯的那个动作 然后那个习惯动作 到底有没有什么讯息要散发 要发出来 其实不见得 对不对 嗯 好了好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哦 你讨厌啊 可恶 听到哈士的这首习惯动作 接下来呢 歌曲其实要二选一 因为我们有点贪心 所以我们把它塞在里面 先来听的是 就是成人这首歌曲 因为我会选就是 一我很喜欢这首歌曲 好 二就是 又是那个中文名称跟英文名字 嗯 就是一个互对的一个概念 好喜欢这种的安排哦 嗯 成人其实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词 最难缠的一首 这首歌 我的旋律 我是在某一天早上在家烧开水的时候 就突然啊 就想出来一个副歌 请问你早上烧开水是早上几点 早上十点左右 十点左右 烧开水的目的是因为 因为想要喝热的 热的开水 哦好好好 就年纪到有点养生 哈哈哈哈 因为成人了 因为我成人了 然后 那个时候就把旋律放在那边 就手机录一录就放着 嗯 没有想到这个词跟我纠缠了很久 就是我一直在想 有十个月吗 没有没有那么久 配胎的就是在母亲子宫里面 要待那么久 要十个月啊 我就觉得这首歌好难哦 因为我想要讲成熟 嗯 我觉得讲老去跟讲成熟是两回事 嗯 像之前帮奶茶写的黄金年代 他可能是在讲老去 嗯 然后那时候奶茶听到就说啊 就说你年纪那么轻 你唱老去没有说服力啊 就被他拿走拿去唱了这样 嗯 那我还是很想要表达 所谓这一方面的议题 我就很想要写成熟 可是我就一直着思又想 想不出来 我到底可以写什么成熟 因为每个人的成熟都不一样 嗯 然后这个歌词中间还有 转转委托过两个人给我意见 或者是请他们帮我写 一个是李卓雄老师 一个是启征 我还跟启征约在咖啡店 就给他看我原本写的 改的自己的歌词 然后他看完就说 嗯 我觉得你写的很好啊 然后我就想说 不我写的不好 我想要专辑有你的出现这样 那可是因为他可能刚好也 跟我分享一些故事吧 就可能也给了我鼓励 就让我自己再回去 重新改了一个版本 那我就想要讲成熟 用什么角度讲成熟 我就突然想到 胚胎这件事情 想到胚胎长出来 然后细胞的分裂融合 好像一个缩时摄影 就是你从一个胚胎到他长大成人 我就想到头发跟指甲 嗯 头发跟指甲是人类肉眼可见最快 太患的细胞的部位嘛 嗯 然后就觉得好像你每一次剪指甲 每一次头发长出来又剪掉 好像是代表 其实你每一天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嗯 那那个细胞的分裂又在融合 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你从小孩子 长大到变成大人的路上 不得不要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 那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分裂 嗯 那他就会每一个选择都会造成一种伤口 嗯 那我在那个伤口愈合之后 我又重新变成一个人 就很像细胞的分裂又再生 嗯 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角度 好难写难死我 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 剪了多少指甲 是 嗯 只是成熟化又是 是你在每个关卡做完了选择以后 接下来那个结果 其实你都会接受 嗯 对 这样的感觉 就觉得成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没错 好啦你现在才几岁 就是要处理成熟的这一个议题 你现在开始要处理的话 这个议题你真的可以处理了好几十年 嗯 可以啦可以啦 OK的没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歌曲呢 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私人的一个歌曲 嗯 对 因为它整个的配器就很简单 嗯 对 这首歌不要靠近的英文歌名叫做伊卡洛斯 就是那个神话 翅膀被烧掉的那个神话人物 嗯 这个歌其实 我觉得整张专辑 多多少少还是一张从寂寞出发的专辑 嗯 比方说我单身的年数 嗯 然后或者是 为什么要 就突然这样 以年纪的这样子 或者是像 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会言 就是最近很多的男性发生了很多的社会新闻嘛 嗯 那我就不禁会去想说哇 这些人好像也不是说 多么爱惜羽毛 我自己私人的管 干管 感官 对我私人的感 我私人的感受是这样 然后就觉得 哇你看我单身那么久 然后我这样爱惜羽毛 到之后也只剩下我跟羽毛而已 我这是先想出了这个心得跟结论 就得到了我也只剩下羽毛而已 这句话 那这句话就停在我脑海中很久 我就想说 要在专辑里面写出来的时候 因为前面跟马莎 以前跟马莎聊到本位演出 就想说以前写的 就算是这种忧郁的悲伤的情歌 好像都躲在某一个什么语言的后面 躲在某个角色的后面 然后另一方面是 因为刚好三四年前吧 我才真的去护正事务所 查了我的出生时间 因为我想要认真的确定我的心盘 然后我才发现 你在三四年才做这件事情 我有点惊讶 对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上身双鱼 结果不是 你是狮子 我是上身狮子 然后就从三四年前开始跟这个上身狮子相处 然后种种的这些所有的要素摆在一起 或者是他们结合起来 到之后变成这首歌的时候 就不管是男性的新闻 上身星座的关系 或者是跟马莎聊天的本位演出 就觉得好像甚至包含这次的创作方式 就觉得这一首歌 有点像上身狮子 就是以前的歌很像是 当你已经看到我的忧郁 或我的难过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我组织过后的 它是第二首的 第三首的 我已经把它打扮的漂漂亮亮 包装的好好的 给你看说 我的寂寞长成这样子 长成一个流星的形状 长成一个天文学的形状 可是因为这次想要摒弃掉那个本 不够本位演出的东西 好像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很自然而然的就写出一个 以伊卡洛斯为原型的 如果说爱惜羽毛啊等等 这些所有的东西综合起来 伊卡洛斯是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 它的蜡的翅膀被溶掉 所以掉下来摔死 那我就想说 OK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要素 合在一起 那起步就有点像是 爱情这件事情 或者是亲密关系 对于我而言 就像我的太阳 如果我是伊卡洛斯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意象 其实是很漂亮 但是很悲伤的 然后才会写说 也许你的心跳脉搏呼吸 都是我的天敌 那这个歌 我觉得它也赤裸在 以前如果是把悲伤整理好 表演给人家看 这个歌反而就有点像是 你看到的不是正在舔似伤口的我 而是刚受伤的我 它是第一时间的伤痛 第一时间的报道 我觉得这个歌跟以前的差别在这里 就是我会找到baby老师 对 钟星铭老师 对 然后他蛮有趣的 因为他当初收到我们的demo的时候 有回了一个他自己的demo给我 就是有点像是说 我可能会这样弹 那我们就听完之后就觉得 好 很OK这样 后来他就录了一个正式版 就正式版太华丽了 华丽到有点 我觉得有点 杯表自己也可能玩开了吧 就放了很多技巧的东西在 可是我们后来听完 还是决定跟他说 老师我们还是想要那个 你回来的demo的感觉 因为如果你们去听这首歌的话 在肩奏的时候 他其实肩奏是 左右手是一个三对二的关系 一个地方要负责节奏 然后右手其实听那个 那个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就有一种 哇 有一朵羽毛飘下来的 三连音的那种白档 然后就好喜欢 就是那个形象也很孤独 然后好像真的看到羽毛 在飘的感觉 好 那也希望你从这首歌曲当中 有从这个钢琴声 听到了羽毛飘落的感觉 来自于Hush的这首 不要靠近 我都怕被看穿我的难 摆高姿态 去遮掩我的不堪 我也想你真的靠过来 双手一摊 去拥抱我的野蛮 来到了和Hush聊他的新专辑 娱乐自己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 是整张专辑里面 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作品 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轻松的心情 然后陪大家买入开开心心的2023年 这首歌曲叫做《垃圾时间》2023年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或者是新的什么期许 2023有在想要不要玩一个大一点的演唱会 所以大一点的演唱会的形式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身体会说话后面的那个SASPHONE全部搬出来啦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把这种东西亚香宝拿出来嘛 对对对 目前的话应该就是还在计划这些东西吧 嗯哼哼哼开心 好因为我很久没有看你的现场演出了 然后我非常喜欢你的现场演出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作品 我很喜欢陈哈许啦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垃圾时间》 那歌曲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歌词 像里面有写到了赛末点你有唱到赛末点你有在看网球吗 我偶尔非常非常偶尔 偶尔哦很喜欢那网球选手是谁 我没有特别研究 我就是会看一下运动节目 好像自己有在运动的感觉 武藏心态 那请问一下你偶尔看的运动的节目有包括了哪些 偶尔看 哪些赛事 哪些赛事 前一阵的世足赛有吗 世足赛也是看一阵看一阵 因为我没有买 我没有赌 我也没有赌 但是我有支持的球队 所以我会看啊 好那世足赛也是有一搭没一搭 那接下来会有那个棒球那个经典赛 你会看棒球吗 棒球我比较少看 棒球我比较看不懂 懂OK 那这是网球你会看 因为其实你会通常赛末点的话 听起来有点小专业啊 因为我发现好像有一些人不知道 垃圾时间是一个球类的术语 哇我也不知道耶 垃圾时间是球类的术语 哪一种球的什么状态的术语 他有点像是在形容说 好现在可能九局下班 或者是现在就最后面的五分钟 然后我得了十分你得了一百分 最后一局我再怎么玩都不会赢 的那一节叫做垃圾时间 哦好 那你刚刚讲九局下班 对棒球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所以就是最后的那个东西 就不管怎么样 你再怎么样最后其实 那个输赢早就已经决定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时间给打完 对 这样而已 所以那个时间来对他来讲就是一个 垃圾时间 对可有可无 但是还是要必须执行的一个时间 可是我就想把它摆在爱情里面 就觉得天哪 爱情里面的垃圾时间是什么 好多哦 就是 看到很多人的关系感觉起来 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 告白失败后跟约会散会前的那段时间 哦你好残酷 你把这种时间都记录下来很好 垃圾时间 告白就是失败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这段路给走完 对 然后所以旋律才会弄得这么开心哦 因为我 要来掩饰那一段的尴尬跟无奈 我觉得垃圾时间这个题目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地方 就是说当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局 然后已经无力回天了 嗯 你要发挥运动家精神努力拼到最后一秒 还是就放弃了 或者是另外一方赢的一方就 干脆让对方几分 就是那个运动家精神 是不是要在垃圾时间持续的展现出来 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的一题 嗯 如果在赛剧上面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时间出来的话 你是不是运动家 好像就会在这个垃圾时间当中去证明你到底是还是不是了 对不对 嗯 好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原来这首歌讲的是这样子 来自于Hush的垃圾时间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Hush来了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给我们了你的新专辑 那又很期待2023年 哦 已经2023年了 反正就是很期待在今年呢 要看到你的大型的演说哦 咦 好了 你所有的华府全部都上场 好 希望 好的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